我…拜託你…拜託你幫我回去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 是霸佔了全球Netflix排行榜的台劇《模仿犯》Copycat Killer 改編自日本推理作家公布美性的同名小說 這部影集透過設定在90年代 台灣發生的連續殺人命案來探討家庭關係、媒體亂象以及人性中的善惡拉� 這齣台劇是原著的第三度改編 由於書中角色眾多篇幅龐大 不管是要改編成一部電影或是影集,難度都很高 也因此在台版中採取了一個新的做法 那就是根據小說中總田真一這個原型 另外創造了一個檢察官郭小琦的角色 並且以他貫穿全劇作為主要視角 除了找出真凶,讓觀眾看見被害與加害人 以及家屬和媒體的互動之外 更是刻畫了郭小琦在堅守司法或是採取私刑中的兩難 以及家屬和媒體的互動之外 更是刻畫了郭小琦在堅守司法或是採取私刑中的兩難 並且以他貫穿全劇作為主要視角 除了找出真凶 讓觀眾看見被害與加害人 以及家屬和媒體的互動之外 更是刻畫了郭小琦在堅守司法或是採取私刑中的兩難 在劇中,調查與報導的時間軸發生在1997年 而回顧真實的台灣歷史 當年正是媒體百花齊放、流行直播call-in 民眾熱衷評論時事的年代 同時在當年還發生了另一個重大事件 那就是讓台灣社會陷入集體恐慌的白小燕命案 16歲的白小燕在被綁架之後 三名罪犯不僅截斷她的手指、要挾贖金 後續更是與警方展開多次的激烈槍戰 不僅如此,罪犯在雙北逃亡期間多次入侵民宅、性侵婦女 甚至還威脅外科醫師為自己整形 挾持南非五官大使官邸 並接受十幾家媒體專訪 成為了台灣新聞史上最大的污點 也因此我們覺得台版《模仿犯》將主線設定在這個年代 是非常用心的本土化改編 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媒體是怎麼成為了罪惡的代言人與傳聲筒 不過剛追完影集時我們忍不住用力回想 到底《模仿犯》的片名是指誰在模仿誰? 不知道有一些人跟著戴上反派的面具 像電影小丑一樣就是模仿了嗎? 甚至我們還看到不少觀眾留言開玩笑 那個模仿其實就是戴面具的No在模仿副總統賴清德 或是他在模仿孫協志去模仿賴清德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們想要解析 劇中我們觀察到的四大模仿主軸 並且從中去探討影集想要聚焦的議題 希望能夠幫大家解答到底影集中模仿的爭議是什麼? 感謝廉普出版的贊助 我們準備了三套《模仿飯》的影集創作全紀錄要送給大家 參加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 也請記得要訂閱頻道才不會錯過更多影片的更新喔!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模仿飯》!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我們想先謝謝Surfshock VPN的贊助專屬優惠碼 要在這裡送給大家 現在使用Surfshock VPN 只要一個按鍵就可以更改IP位置 暢游全球網站 像是切換到日本IP 就可以觀看各平台更多當地限定的動畫 隨時觀看其他地區獨有的影視作品 不僅如此,因為VPN是透過加密流量 來保護使用者的位置與下載記錄 不僅能克服地理位置的封鎖 更能加強自身在虛擬世界的隱私 例如可以避免掉常見的彈出式廣告 現在訂購Surfshock VPN 輸入專屬優惠代碼Lesson 就能夠獲得1.7折的優惠 訂購兩年再加重三個月 平均月費等同於一杯咖啡的金額 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點擊說明欄裡的連結了解更多喔! 不舒適啊! 影集一開始用一段新聞插播 直接將本劇探討新聞亂象的主軸 完美呼應了《模仿》這個主題 那就是每一台的新聞 每集民都說自己是獨家報導 但其實是在跟風其他的媒體 生怕自己的一個遲疑比別人晚播出就會掉收視率 而在新聞亂象的主軸裡 最具代表性的三個角色 分別是TNB新聞頻道的企劃陸妍珍 王牌主播姚雅慈 以及電視台經理梁永坤 梁永坤是典型的媒體主管 奉收視率智障 只要能夠搶到眼球 就沒有所謂的爛新聞 就算這意味著他得要拍姚雅慈的馬屁都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某個人是重要的 表現好的就可以奪上位 任何人都可以被取代 而這樣的文化也給予了野心十足的陳和平發展的空間 更替後續真凶追逐曝光與矚目埋下了伏筆 另一方面主播姚雅慈 就算帶有一定的新聞操守和底線 但在新聞圈打滾多年的他卻也理解到 做新聞不能只考慮一種面向 他不僅得要創造話題、確保收視率 還得要維護台前的形象與台後的競爭優勢 所以他能夠在有限的範圍內去做到自己能做的 那就是剔除害群之馬陳和平 保護單純的後備小鹿 或是選擇與體制站在一起邀約總長上節目 在劇中不管是怕被搶獨家、互相跟進的新聞台 或是身為女性在職場得要用心計較的姚雅慈 他們都像是面具罪犯NO所說的 只要心裡的惡被觸發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殺人兇手 只是他們不是親自出手 而是間接的、或是暗地裡的 促成了另一個人在不同層面上的死亡而已 所以總是在追求聳兜的故事 跟風視覺奇觀的樂聽大眾 其實也是出自一種從眾心態 害怕沒有跟到的模仿犯 至於值不值得看要不要關注 這就交給在電視前面的你們 自己來決定吧 上下 下 下 邰總 可以看我們手下 警衛想要帶到裡面 你自己去方案 來 因為我老闆的這個人就是開始 因為我也等不及投票結果了 閉嘴了 誰敢吃什麼問題 趕快要用車 而這些嫌犯當中 甚至有人高喊No所提倡的理念 顯然也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治安問題 連續殺人犯No 將整個世界當作是他一首可以操控的真人秀舞台 從小他就知道自己不是以殺人為樂 只是喜歡控制人 讓他們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去死 他透過詢問被害者最想做的事情 最快樂的回憶 以及想對家人說的話 甚至是開車載他們到家人面前給予他們錯誤的期待 在他的舞台上 主角不只有一個 而且他發現親情是最好的籌碼與題材 往往可以創造出不可思議的表演 他利用家屬的愛傷與恐懼 以及被害者們的私密資訊 讓他們自責 忘記了兇手才是該被責怪的對象 像是跪地學狗爬的馬逸男 為了保全父親去頂追的田村毅 以及上節目道歉的警察林上勇等人 都因此而受害 然而到了後期郭小琪入獄之後 No的靈感開始陷入枯竭 於是他公開募集創意要大眾投票 獲票最高的就可以成為他下一個被害主角 在透過媒體真相報導之後 這樣的宣言不僅是對執法單位的宣戰 引發社會動盪不安 更是誘導了不少人模仿No戴上面具犯下各種罪行 雖然這樣的發展符合了No心目中的劇情安排 但他沒料到的是 剛剛退場的男主角郭小琪即將再度回歸 還會反客為主 為No安排了一場由他主演的大秀 現在電視機前面幾百萬個觀眾在看著我 你說我不重要 如果我不重要 為什麼你要一直緊盯著我們放 說我沒有原創性 如果有讀過原著的人在影集一開始就知道 No其實就是記者陳和平 因為他的名字沿用了小說中網穿浩義的綽號和平 不過對於沒讀過小說的人 一開始應該也會猜No的真面目 不外乎就是胡建和、沈家文或是陳和平這幾個角色 在影集的一半共犯沈家文已經無庸置疑 而後面幾集在揭露主嫌陳和平時 不僅合理化了複雜的殺人過程 也說明了這兩人當初為何會走在一起 那就是他們都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 不希望自己成為別人口中的替代品或是抄襲者 沈家文的媽媽在女兒死後 將兒子當作女兒的替代品 不僅對兒子家暴 還逼她穿女裝、畫口紅 就連名字也刻意取得同音不同字 長期下來沈家文不僅時常出現幻覺 以為自己看到死去的姊姊 還在潛意識中養成了痛悟女性想要藉由性來確認男性雄風 以及自我身份的扭曲行徑 另一方面 陳和平從小就透過操弄他人的情感與行為來刷存在感 更是害怕自己原創的No會被別人給頂替 所以她不僅出書告訴大家真凶另有其人 更是在空譯節目上衝動自白行動的動機與過程 而這一段劇情事實上也跟原著中有著同樣的安排 而這一段劇情事實上也跟原著中有著同樣的安排 在書中陳和平的原型《網穿浩衣》與小路的原型《潛田姿子》 在節目上對峙,卻被前田以一本假書控告網穿抄襲 當場激怒了對方,在現場直接暴走自白 不管是原作還是改編,都呈現了同樣的訊息 那就是,犯罪者再怎麼兇肯卻也害怕自己不被重視 寧可用殺人來凸顯自己的生命價值 其實在接連看了《黑暗榮耀》跟《模仿犯》之後 我們再度認識到,罪惡固然有其容易滋養的環境 不管是社會還是文化 但終究這樣帶著惡意去傷人的犯罪者 是出自於自由意志去犯罪的 無論是他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因為原生家庭而生病 或是從未承擔過後果,或只是當時心情不好 都有可能讓他犯罪 而運氣不好的被害者,只是剛好出現在這個時空 是眾多可能的獵物之一 所以被害者與家屬千萬不能陷入自我檢討的牛角尖裡 或是像《黑暗榮耀》裡的朱如針一樣 糾纏於對方為什麼要這樣 或是自己為什麼被針對 因為或許,加害者就和陳和平一樣 當初是為了犯罪而犯罪 沒有什麼苦衷或原由的 最後一種魔法,我們覺得是改編的蠻巧妙的地方 那就是兩名檢察官對於行使正義手段的不同觀點 並且探討了實現正義是否有時得要向罪惡學習手段 郭小琦被稱作《龜茂奇》 除了監守程序不輕易變通之外 他在團隊裡更容易落得形單影之 更是多次被主管許有為提醒他的做事方式 就在影集一開始 許有為收賄被郭小琦當場抓包 親手將他送進監牢 後來郭小琦入獄就被許有為提醒 有些時候得要向對手先低頭 不能總是用綁手綁腳的方式去對抗毫無底線的罪惡 而這段對話不僅啟發了郭小琦以子之卯、公子之盾 用陳和平需要的存在感來設局 更是讓人深刻體會到維持程序正義的挑戰與艱辛 要怎麼給予執法者信任與彈性 支持他們用創意的方式 面對日新月異的犯罪 卻又要監督他們不能墮入深淵 這都是一條難以劃下的界線 或許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最重要且立即可以做的 就是不輕易地對不熟悉的人事物指手畫腳吧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影集了呢? 最後感謝蓮普出版的贊助 請在影評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於今天影片中的四種模仿哪一個最有感觸 並且按讚分享 就有機會抽中一套《模仿飯》的影集創作全紀錄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網站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模仿飯》喔!